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大家好,我是Vincent 1960年代,大众观光的喷射机问世 一架泛美航空的707班机从纽约飞往布鲁塞尔 这次史上第一架横跨大西洋不去中途加油的商业喷射机 接下来出现较低的票价以及廉价航空 自此旅游从精英阶级的特权 变成平民百姓的休闲嗜好 1950年统计,全球观光人次为2500万次 而到了1975年时,这数字飙升到2亿2000万次 2012年,来到10亿人次 这数字间的改变,代表了什么呢? 关于旅行的意义,这起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是 为什么观光圣地威尼斯正在死亡? 今天要谈的不是这座水城长久所面对的海水上涨问题 而是大众观光正在掏空这座城市 每年约有2200万名游客历临威尼斯 当地的居民约有6万人 这表示,任何一天的观光客都比威尼斯人的总和还要更多 近日威尼斯的现况 就是人民与官员最不乐见的梦业 因为市政府对观光产业的包庇 外国人大量购置房产 大学的校舍跟饭店征楼 劳工的住宅跟饭店征地 本地商店与纪念品店征顾客 有人买下房子,假装自己是原始住户 接着就私下出租给观光客 当地的居民因为负担不起上涨的生活开支以及租金 纷纷举家搬至欧洲大陆上 随着人们消失 诊所、学校、这些城市所必须要有的服务业 都在这连锁效应下跟着不见 威尼斯对观光业的依赖 在30年间不断加深 有些官员跳出来指出 威尼斯看起来别无选择 观光业是唯一可行的产业 从某个角度来说 就像去跟一个正在士达海洛威尼的吸毒者说 那是他唯一知道的生存方式 威尼斯正在死亡 很缓慢的 但他的确在死亡 第二个观光问题是 为什么邮轮产业会是目前最赚钱 也成长最快的观光部门 我们得从世界最大邮轮公司 嘉年华的创办者说起 泰德·阿里森 堪称经典美国梦传奇 泰德在1924年出生于巴勒斯坦 那时正处于战乱时期 战后以色列宣布独立后 泰德因为不满政府对于企业发展的干预 被移民到了美国 泰德看出南佛瑞达州的旅游商机 他一开始 以包船的方式来经营邮轮行程 但成效不佳 于是他也合伙人 整修一部老旧的加拿大客轮 重新命名为狂欢号 从此之后 在麦阿密展开他的邮轮大梦 创办人泰德有几项举事创举 他将旗下的船只注册在国外 所以他能规避其他美国观光业 都会遇到的规定 陆地上的度假村及饭店 必须经过政府检验后 取得污水及废弃物处理系统的许可证明 但游轮却不受此限制 结果导致百万民在海上用餐 排泄和洗澡的乘客及员工的排放物 伴随船只流入大海 美艘游轮平均一天会制造 两万一千家人的人类排放污水 一顿的固态垃圾 八千五百只塑胶品 这项创举的好处还不止这些 因为船只所注册的国家 多半没有最低工资 劳动标准 企业税等等 唯一的要求 就是船公司必须付出可观的登记费 因为这项无视劳工权益的做法 这家位于美国的游轮公司 会雇佣任何一个美国人 他们一方面支付第三世界的薪资 不给有薪价或加班费 薪资大约每个月50美元 另一方面 却向消费者收取第一世界水准的旅费 泰德的这项创举 一方面成功回避数十亿美金的税金及薪资 另一方面 也不必装设环境法规下的各种系统 可谓商人们梦寐以求的商业模式 泰德在1999年去世时 身价超过100亿美金 是当时美国排名在前的富豪 他的儿子 正是目前迈阿密热火队的老板 嘉宁华公司将他们的船只称作欢乐之船 我想问 这些欢乐最终属于谁呢? 第三个问题 一只犀牛1万美金 一只大象6万美金 是谁在贩卖这些动物的狩猎执照? 每年约有5000万名游客来到非洲 大多数游客前往中非以南的国家 都想来一趟狩猎旅行 狩猎旅行的概念 承载着欧洲殖民历史的包袱 1960年代 欧洲人一共征服10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 而后将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私有的狩猎场 猎杀巨型非洲动物作为他们的休闲运动 各国政府当局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国家公园 让动物们受到保护 这也埋下日后各种族相互仇视的因子 后来殖民者陆续离开 1980年代 非洲各国逐渐独立 位于中非内陆的尚比亚 在失去外国给予的国家公园援助费后 只能再度寻求最大也最快的获利途径 也就是销售猎虾动物的执照 尚比亚是少数至今依然允许狩猎的非洲国家之一 而且对外国人收取高额的战利品狩猎费 一头犀牛1万美元 一头大象6万美元 这样的暴力产业下 为了设立国家公园而搬家的人们跳出来抗议 说他们并未从外国人的狩猎费中拿到一毛钱 这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 因设立国家公园而受益的人 是否与为了公园而做出牺牲 放弃家园和土地的那些人 一同分享利益呢? 最后一个问题 为何法国能超越美国 成为新一任观光榜首呢? 每年有超过7800名游客造访法国 他们心甘情面花费超过480亿美元 度过一星期左右的法式生活 而法国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我们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1936年 法国选出新总理李昂布伦姆 他的证件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的诉求 他在该年通过一项法令 要求每位法国公民都应该享有两周的有薪假 因为这项法令 政府开始为了这些有价值的家庭提供低成本的旅游行程 突然间 旅游与休闲成了大众应该享有的权利 而非专属于精英阶级 三年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后法国经济受到重创 当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无疑是法国观光的救命争 美法双方官员一致认可 这比美国的援助金 是恢复法国观光的最佳途径 法国开始派遣当地的饭店员工来到美国受训 以提供符合美国游客习性的服务 床头的阅读灯 一开启的窗户 法国是个好学生 他们一心想着赚钱 从此之后 法国政府始终积极介入观光业的所有面向 法国在1959年成立世界第一个文化部 并命令当时的作家安德烈·马勒吼为部长 这位部长 将法国历史上的所有建筑物及艺术品 做编护与保护的工作 在他努力之下 法国拥有世界上范围最广泛的博物馆系统 他们做的还不止这些 法国是最早将未来寄托在高速列车系统上的国家之一 政府于1974年时开始将高速列车拓展至各个景点及机场 另外 政府支付津贴给遵循传统保育做法的农民 以保持核砖纯净 防止土壤侵蚀 并鼓励餐厅向当地的农民购买食物 确保当地农民在现代花浪潮下 依旧能安身立命 尽管目前观光产业所带来的产值 已是农业的三倍 但法国政府深知 观光客既然被吸引到一个国家 就不是因为某个度假村 而是他们相信我们拥有独特的法国风味 虽然拥有傲人成绩也具备领导地位 法国观光业的未来 依然充满各种变数 巴黎这所城市 太多粉丝了 许多观光客在巴黎买下第二住宅 造成房价上涨 咖啡馆变成精品店 面包店变成纪念品店 维持市民日常生活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 游客影响当地的生活形态 民众离开家乡 身为观光产业的黄金标准 未来的法国 如何继续杜绝大众化观光 如何因应本地人为观光客间的矛盾角色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而在最后 我想请各位帮个忙 为了避免观光旅游所带来的自然棲息地破坏 我们可以选择住宿在 通过全球永续旅游准则GSTC的度假村级饭店 这项准则来自绿色观光发起地哥斯大理家 它的宗旨是会让所有旅游目的地 在管理与行销策略上整合生态环境 古迹遗址 住民福祉 以达到旅游地区生活环境的永续发展 为了不让游轮业者继续糟蹋地球 我们可以多付一点钱 购买较高价位但不影响自然的生态旅游 为了不让规避法规的业者能够支付过地的薪资 我们可以找到愿意拼容当地人的业者 为了大海 你可以选择在浮潜时不涂抹防晒乳 政府可以出力帮助遵循传统的农夫继续生存 其也可以平衡当地人的生活与本身的利益 我们能做的有好多好多 但在低廉的机票下 网继网络及开放的国界 旅游已经成了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 也就代表 今天所提到的这些问题 在短时间内 不可能消失